整个会儿都留到军人的会议在台南的五加三级的 大纪五加路到二纪加林 本来对美国的色带俄军校和海军官后来比赛 都会交台湾后,统计到海军的保抗美国工作 最后的事务的吴佳琪,也在五月底对美国的西点军校比赛后 都会交台湾,就要分发告告用树山炮击波来作兵 对到五加三级的对美国不一样的军后来比赛都会交台湾来作兵 一人会拿专丁到家来搭到暗房来共序,当然也讨论了 这是台湾志工台南志工 也即便到胡佳琪在这久生涯会当时是有好表现 来到胡佳,又看到他们三姐妹都是很棒 这个加林加雨加琪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不管是色带俄关校,不管是海军关校,不管是西点军校 都是美国顶尖的军事院校 这点让台湾的胡佳三姐妹都念过了 而且都是卓越的表现,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隐隐为人 不仅是台湾市民,他们的民众 我相信很多看到这段影片 都是深深会把胡佳琪竖起大拇指表示 因为胡佳琪表示说,在美国军后当时 回到你现场,跟生活文化相对不感 加上他说是在这个军事困境的条件是更加大 在美国军后的西兰赫着很多,也希望 将这些学习带到台湾来供应给部队 我觉得在西兰学习到最多的就是 学习怎么去当一个领导者 如何去照顾好自己 在专出两个料 在照顾好自己,跟照顾好你的目逝 在实习当领导者这些日子里面 我也学习到很多,然后 我觉得将来有机会,可以把它运用在国军上 它的指令标识说,胡佳琪是西典军校 冬季的比较生,唯一在台湾核生 身材比较的外国人来说是比较少 但是帝林刷是相当的好,以欧加山 现在能够来这些将军报告 给人是相当的干费 南天新闻,大家一起来看看,好吗?